找你做各种恶作剧 只是想吸引你的注意 就算你娶了别人 也应该好好护着她 把她养在身边 景昭 就这么容不下她吗 本尊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 元启是你的骨肉之亲 她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你怎么舍得 把她气在青池宫不闻不问啊 你愿意养着就养着吧 不愿意养着 随便打发到哪里去学艺 打发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 迎接她长大后 对你比翼的目光了 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 你在她心中的形象 已经十分不堪了 你说完了吗 这才六万年 你怎么 本尊想换个活法 不行吗 还有什么要说的 本来有的 现在没了 你笑什么 我庆幸 六万年前 没有与你在一起 以后没事 不要再来苍穹之间 本尊如今过得很好 过去的事 就让它过去 好吧 这么快就聊完了 刚刚跑去哪了 第一次来随便逛逛 这把冰块 怎么变了这么多 我就说吧 这种人没什么可聊的 我后悔了 后悔什么 后悔没把这一把火烧了 第几次了 什么第几次了 我是来给他们母子俩送点唐人 你隔三差五地溜进青池宫 还玩那些把戏 真当我不知道了 冰块 你如此沉不住气 久而久之就不怕无患发现啊 今夜上古 来了苍穹之景 本尊不糊涂 那你为何不拦着 这一个心心念念想见你 一个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本尊岂能拦得住啊 我睡不着了 行行行 再让你见一面 快去快回 我帮你守着 好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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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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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尊 今日就是东华的寿宴了 他们给我们发了请帖 邀请我们去廖望山 我们去廖望山走一趟吧 姑姑 我想去廖望山 我最喜欢廖望山了 我们一会儿就去廖望山吧 回东华 我们不去 是 为什么不去 凭什么不去 不去就是不去 凤然姐姐三伯她独断专行 她是神尊 我打不过她 姑姑 人家说了 我是没爹没娘的孩子 以后连媳妇都娶不到 我看说得对 连凤然姐姐都不向着我 姑姑 你必须带我去廖望山 你这一套 是我当年玩剩下的 那你教教我你的本事 你父神 当年对我滋滋教诲 祝我练成了混沌之力 王后我也会细心教导你 算是还了她当年的施恩吧 如此 我与白绝就两亲了 就白绝那样的人 还只有别人 当年你父神玉树临风 知书达理 神界她的爱慕者是数不胜数 本主神当年也是其中的一位 可是她却毫不在意 鬼都不信 你三伯没同你说过 我才不想听白绝的事 只是现在这白绝黑心又冷漠 言行举止 令人作呕 那她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我也想知道 一个人喝闷酒呢 怎么也不叫上我 三伯 一个人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肯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这场真理 实在是头晕 我见白绝的胸口有救伤 一定是见上所致 这些年她可是遭遇了什么麻烦 我真不知道 这些年我与白绝甚少见面 生分得很 三伯 你为何从不告诉我这些 你不是不爱听这些吗 你捣什么乱呢 那为什么你每次提起白绝 你比我还不难乏呀 白绝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三伯 你有事瞒着我们 你是不是经常偷偷见白绝啊 三伯 你心虚了 天启 三伯 天启 三伯 天启 够了 白绝的事 本村一概不知 都别烦我 我要闭关 服了吧 还是姑姑厉害 你那些雕虫小技啊 都是姑姑玩剩下的 明白就好 走吧 一会儿晚了 你怎么会如此被他们母子轻易狂骗 你怎么又来了 我给袁琴带了些宝贝 该不会上午苏醒以后 你每天都要找点机会过来吧 今日之事 下不为例 以后莫要再让他们母子抛头露面 你下次要是再敢来 我可真生气了 半恶人的也是你 放不下的又是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死死我你 爹 你尽快 你跟老婆 老婆 coração 要 别